好联合国大会9月在纽约市要召开了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再度踏进美国 他登上联合国大会准备要发表演说 当然就是希望西方国家一定要持续援助 乌克兰的战事由东部巴赫姆特往前推进了 这可算是一个捷报 俄罗斯总统普钦这个星期指出 俄罗斯完成了经济复苏 年底GDP的增幅会达到2.8% 但是其实卢布重扁 原油出口大受影响 俄罗斯政府现在削减 另油厂的补贴 所以量少驾阳 在克里米亚地区供货不稳 油价不断的飙升 穿着墨绿色变装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抵达美国后 第一站来到纽约医院探视 目前有9名在战场上受伤截肢的乌克兰士兵 正在这里进行复健疗程 我们有很多警察 在下周末 我们有一个医院计划 接着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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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场上医疗资源与弹药地位相当 也是泽伦斯基此行的目的之一 持续寻求美方的各项援助 外界聚焦泽伦斯基此次二度访美 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之余 还将登上联合国大会 向各国领袖发表演说 这也让联合国总部纽约维安层级全面升高 美国特警局与纽约市警局合作 陆海空层层部署 防范滴水不漏 保证联合国大会期间 有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够立刻做出反应 共计315辆警车24小时全天候巡逻 同时要应付各国领袖在饭店与会场来回时 每一趟路程必须封路 如何维持交通顺畅也是一大考验 纽约市警局指挥中心可以透过萤幕 看到市区内数千个监视器 数百个车牌辨识器 甚至还有航空轨迹图随时监控 以防任何形式的攻击发生 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为了加上的战火 直奔美国寻求西方国家持续援助 东部前线此刻传出捷报 乌克兰官方公布影片 显示乌军在巴赫姆特地区持续往前推进 虽然只是一小步 但他们强调不再惧怕俄军的攻势 乌克兰依旧是大打资讯战的能手 在总统泽伦斯基出访美国前夕 特别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专访 展现乌克兰惊喜的状态对比 已经不是以前老是挨打的角色 泽伦斯基在专访中强调 乌克兰人已经在这场战争中 做了莫大的牺牲 但乌军在打击前线上 火力仍属于落后状态 因此美国与西方国家的支援 仍至关重要 乌俄战争毕竟600天 俄罗斯经济持续受到国际打压 但总统普京却在周一的内阁会议上 宣称国内已经完成经济复苏 但卢布贬值等各项因素 正在打击燃料市场出口 近几个月以来 俄罗斯一直在努力解决柴油和汽油短缺问题 考虑将出口限制 作为防止严重燃料危机的杀手舰 政府削减对炼油厂补贴 导致南部地区不少炼油厂被迫削减产量 克里米亚的加油站 近期出现供货不稳 油价飙升的情况 随着乌俄战争持续僵持不下 俄罗斯的经济数字底下暗藏的危机 仍是一颗颗的未保单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明镜需要補助纹